第971章好评如潮,与日本首相的谈判之后,江晨顺路去了一趟剧组包下的新宿格拉斯利酒店,在上电梯的时候,正好碰上了给她留了电话号码的唐嫣小姐。 唐嫣很热情地主动向她打了招呼,只不过那美语间的神情怎么看怎么的优越。 很显然,对于江晨昨晚没有赴约,她还是有些失落,昨晚她可是特意洗得香喷喷的,洗完澡后还补了个淡妆,在酒店前台交了两瓶名贵红酒,坐在床边等了快半宿。 与江晨寒暄了几句,很快电梯到达了她要去的楼层,在留下了一句我随时等你电话号后,她便离开电梯匆匆地走掉了。 抵达15层,江晨找到了柳瑶的房间,轻轻敲了敲门,房门很快便打开了。 看到江晨穿着T恤牛仔裤的眼睛一亮,立刻将她迎进了屋内。 先坐吧,我去倒杯水。 看着柳瑶去倒水的背影,江晨又看了眼门边上的行李箱,随口问道。 在收拾行李吗? 嗯,首应是结束,根据剧组方面的安排,我们在北海道那边还有一场影迷见面会,在之后我就要回国了。 端着两杯水坐在了江晨旁边,柳瑶有些依依不舍地说道。 没什么好遗憾的,我这边谈判也结束了,过个几天也要走了。 江晨揉了揉柳瑶的秀发,看着她想心思的样子,笑着说道,在想什么呢? 柳瑶俏皮地鼓着腮帮子,双手撑着下巴,嘀咕道,我在想,下次见面得什么时候了。 这话说的,又不是一告别就见不着了,你要是档期没问题的话,随时都可以来新国度假吗? 江晨笑着说道,说的也是,柳瑶笑嘻嘻地咧开了嘴,一把抱住了江晨的胳膊,美眸闪烁着亮眼的光彩,撒娇道,我今天晚上就要走了,在此之前,你不想做点什么吗? 与柳瑶在酒店的餐厅一起吃过午饭后,江晨看了眼时间。 见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叮嘱他在外面注意安全后,江晨便起身与他告别了。 在坐电梯下楼的时候,江晨正好碰上了导演吴凡,于是便顺便问了下首映式的情况。 根据舞蹈的说法,院线方面的反响相当不错,根据首映式结束后的问卷调查。 参与观影的观众们给出的评分高达8.9分的高分,而对于科幻片最为重要的特效这块,观众的评分更是达到了恐怖的9.7分。 难以置信,视觉盛宴。 观众们用这两个词,概括了虚向动画的建模和CG制作水平。 会得到这样的评价,江晨一点也不意外。 能胜任好莱坞级别制作的虚向动画,在时空帖幕中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而且独居创新的VR建模拍摄,也让电影中不少场景可以由演员戴上头盔,在VR环境中进行演绎。 算上海外票房,我们完全有信心突破20亿的大关。 舞蹈信心十足地向江晨保证道。 美元 舞蹈表情有些尴尬,不好意思地咳了咳说道。 嗨嗨,人民币 国产电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凭借某一部电影摘掉戴了十几年的帽子,显然有些不太现实。 但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个好的开始。 曾经的国产电影甚至没有挑战科幻这个题材的勇气。 离开了格拉斯利酒店后,江晨坐上了自己那辆卢尔卡FA6,吩咐司机直接回家。 在回家的路上,江晨接到了住友健一打来的电话。 江先生,不知道您对我们的处理方式还算满意吗? 非常满意,江晨自然知道他指的是森田阳界的事,于是微笑道,贵方的办事效率令人印象深刻。 电话那头传来了爽朗的笑声。 对了,不知道首相先生给你的回复如何。 海底书店电缆的事已经拍板了,你们那边应该也很快就能收到批文。 另外,日本政府那边要求,海底电缆的施工方和维护单位必须选择日本企业。 说到这里,江晨嘴角弯了弯,故意停顿了下。 果然,住友健一文言顿时心头一热。 这海底电缆的收益虽然比不上电力进口的利润,但也是块不小的蛋糕。 而且整个工程的建设到维护,都是政府从那边拿钱,相对于其他工程来说风险几乎为零。 如此优质的项目,他住友健一怎能放过。 海底电缆吗?我们住友集团完全有能力接下这个项目。 您看,换上了讨好的笑容,住友健一忙在电话中说道。 当然,我很欣赏贵方的办事能力,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项目当然是交给你们来做。 江晨笑了笑,接着说道。 不过因为项目要经过日本产经省和能源厅的审查。 一切都得按流程来,我们公开招标,你们投标,只要价格不是太离谱,我们会优先选你们作为施工方。 哈哈,那就多谢江先生了,住友建一大喜道。 挂了电话,江晨将全息屏幕收回。 选谁都是选,不如卖住友建一一个人情。 他和住友财团的合作还算愉快。 那个住友建一办事也很上道,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江晨不介意和他们继续合作下去。 对于星环贸易和未来人集团来说,在日本选一个肯合作的家族作为代言人,从各种意义上都有相当大的好处。 另外,如果住友建一在家族内的地位越来越高,这对于双方的合作也有很大的好处。 回到了别墅,江晨将衣服丢给了签下,然后便去浴室洗了个澡。 合作的框架都已经拍板,接下来的基本上就是签字。 以及合作细节上的讨论,这些琐事都无需他亲自操盘。 他已经吩咐星环贸易那边成立了一个专门的项目组。 负责整个全球电网计划,两天后,负责与中部电力公司以及住友集团接触的团队就会抵达日本,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长住在这,直到整个海底书店电缆完工。 泡在浴缸里,江晨一边计划着明天去干些什么,一边拨弄着水花,洗了足足半个小时,他才用毛巾搓着头发从浴室里走了出来。 在他洗澡的这会儿功夫,签下女仆已经将丰盛可口的饭菜端上了桌,并恭敬地等候在了浴室门口。 主人,饭菜已经准备好了。 将毛巾搭在了需要换洗的衣服上,江晨看着签下满意地点了点头,笑着说道。 干得不错,一起去吃饭吧。 是,主人。 标准的女仆是微笑,签下跟在了江晨的身后,与她一同前往了餐室。 桌上的饭菜很丰盛,看得江晨食指大动,然而就在她拿起筷子准备开动的时候, 隔壁客厅处却是传来了门铃声。 江晨看了下表,现在已经是晚上七点了,不由在心中嘀咕了句。 都这个点了,门口究竟会是谁呢? 第972章道歉有用,还要警察干什么? 上山一脸忐忑地站在别墅的门口,手中紧紧地捏着一张平板。 身后的警车和身上这身警服并没有给她任何安全感, 因为住在里面的人已经可以无视这一切。 这座占地上千亩的庄园虽然富丽堂皇, 但此刻在她的眼中,却如恶魔城一般阴森恐怖。 有一个声音在她的心中呼喊着, 里面住着一只魔鬼,她无数次想要转身逃走, 但最终还是输给了心中恐惧。 想到早上看到的那条新闻, 被从东京警务厅来的警员和两个黑衣大汉带走的伊藤元, 她的心底就不由生起了一股绝望。 她已经从伊藤元口中审问出, 她是受雇于森田阳界,才干了这件蠢事。 然而雇佣她的森田阳界一大清早就锒铛入狱, 这说明了什么? 就算她在迟钝, 也猜到了这背后肯定不简单。 紧接着, 东京警务厅更是不合程序地派人来将伊藤元拎走, 小道消息传闻森田地产被驻友集团恶意收购。 只有一种解释, 江晨那晚上所说的话, 全都是真的。 轻咬着下唇, 她的脸上闪过了一丝决绝, 再次按下了门铃。 别墅的院门打开了。 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位穿着女服装的少女, 脸上的笑容也很纯真, 很容易让人产生好感。 在上山魁的心中, 她的形象已经被默默地挠补成了, 受到恶势力胁迫不得不臣服于那个恶魔的苦命少女。 进来吧, 主人在客厅等你, 牵下微微一笑, 很礼貌地用静语说道。 主人, 上山小姐微微一愣, 随即便在心中暗骂了句。 这个变态, 穿过别墅前院的石砖路, 牵下替她打开了别墅的门, 客气地将她请进了屋内。 从那地上的红色熔毯, 到楼梯的大理石扶手, 墙上金色边框的油画, 无不彰显着资产阶级的腐败。 在别墅的客厅, 上山魁看到了那个让她彻夜难眠的男人。 而此刻, 她正对着自己微笑。 上山魁将手中的平板放在了一旁的沙发上, 眼睛死死地盯着江辰的双眼, 面无表情地说道。 我是来环平板的, 正物已经拷贝了。 江辰微笑地回应着她的视线, 轻声说道, 只是为了这个。 轻轻咬了咬嘴唇, 上山魁微微低下了头, 语速飞快地说道。 还有, 昨天误会了你, 对不起。 听完她的话后, 江辰笑了笑, 上山小姐, 你是警察, 你应该清楚, 要是道歉就能解决问题, 那还要警察干什么? 你到底想怎样? 脸上的表情一将, 上山魁立刻做严肃脸, 寒声道。 然而她显然搞错了对象。 这幅威严的表情在审闻罪犯时或许无往不利, 但对于此刻站在她面前的男人来说, 却是一点用都没有。 这就是你道歉的态度, 江辰做无辜撞地摊开了手, 看来我有必要和你的上司打个电话, 好好问问她, 日本警察在执法的时候, 是不是都这么无理粗鲁? 上山魁那副逞强扮出来的严肃脸, 顿时垮了下来, 吊灼的眼角, 也在寝客间软化成了委屈的弧度。 你,你,你,为难我, 你有意思吗? 很有意思, 要不然也不会为难你了。 江辰在心里如是说着, 表情确实没有丝毫变化, 笑眯眯地继续说道。 我倒不是有意为难你, 但上山小姐, 我们都知道, 做错了事就得付出代价, 不是吗? 你想要什么? 咬了咬牙, 避开了她的视线, 上山魁从牙缝里挤出了这几个词。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 江辰微笑着说道。 上山魁的脸色轻一阵白一阵, 下嘴唇被她的牙齿咬得发白。 就在江辰觉得调戏得差不多了, 也该打发她走了, 免得饭桌上的菜都凉了的时候, 这位上山小姐却像是下定了决心一般, 语气冰冷地开口了。 我知道了, 就是那个对吧。 这么有觉悟? 江辰挑了挑眉毛, 改变了主意。 哦, 看来你已经做好准备了。 反正上次也是她, 就当被狗再咬一口好了。 如此想着, 上山魁屈辱地低下了头, 算是默认了江辰的说法。 可以帮个忙吗? 眼珠子微微转了转, 江辰看向了一直站在旁边的牵下, 微笑道, 我需要你帮我准备一些道具。 当然, 灿烂的女仆是微笑, 牵下微微提了下裙摆, 恭敬地说道, 主人的命令, 对牵下来说是绝对的。 让我想想。 有些东西在附近的小镇应该能买到, 铁链, 皮鞭, 三角木马, 绳子, 小夹子, 无, 让我想想, 还有什么? 一边说着, 江辰一边邪恶地笑着, 用余光打量着牵下, 暂时就这些吧, 你应该知道在哪种店能买到, 说话的时候, 江辰没有压抑自己的音量。 他是故意说给他听的, 他很好奇, 在听到了这些后, 他会不会害怕地转身逃跑? 如果逃跑了就算了, 反正他也没打算和这小姑娘一般见识, 过几天他也要回国了。 如果没跑的话, 嘿嘿嘿, 身体还是挺老实的嘛。 接下来发生的, 就全当是今晚的余性节目好了。 没有注意到江辰眼神的变化, 上山魁只感觉浑身发麻, 手脚静蓝似的地颤抖着。 门就在背后, 没有上锁, 他想转身夺路而逃, 他有自信能够逃掉。 但不知为何, 他的脚就像被粘在这红地毯上一样, 动弹不了半分。 微风吹过, 夹杂着点点茉莉花香。 那位模样天真的女仆从他的身旁走过, 按照那所谓主人的吩咐, 去临镇上买处罚他的刑具去了。 此时此刻, 整个别墅的客厅内, 只剩下了他和他两个人。 过来, 那个恶魔笑咪咪地对他招了招手。 呜 喉咙发出了一丝呜呜的悲鸣, 虽然抗拒着, 但他还是下意识地向前挪了半步。 见到他如此听话的举动, 恶魔笑得更开朗了, 再向他招着手。 一步步地向前挪腾着抗拒的脚步, 不知为什么, 随着那恶魔离自己越来越近, 一股燥热突兀地涌上了上山小姐的心头, 他的手紧紧地捏在胸口, 感受着那扑通狂跳的心脏, 就仿佛根本不属于他一样。 他所不知道的是, 就在这一瞬间。 在他心中那如深渊般的恐惧背后, 却如樱塑花开一般, 萌发了一丝丝别样的色彩。 而坐在他对面的江辰, 脸上的笑容则是愈发的灿烂了。 偶尔, 仅仅是偶尔, 尤其是面对斗爱木的时候, 有时他也会露出那不为人知的S的一面。 第973章返回新国, 第三天, 上山魁双目无神地离开了江辰的别墅。 身上没有一丝伤痕, 制服干净整洁, 从外面根本看出什么异常, 但他总觉得, 自己心里什么东西碎掉了。 节操, 骄傲, 也或许两者都有。 这两天来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发誓, 他这一辈子也不会告诉别人。 如果以前看到江辰, 他最多只是感到惊恐。 那么现在, 他不仅仅只是生理上帝恐惧着那张脸和个名字, 还惊恐地发现自己竟然, 竟然对他讨厌不起来。 一开始, 他还在抗拒江辰牵他的手。 可到后来, 他却反而主动迎合了上去, 甚至开始叫他主人, 当然, 是被迫的。 看着手中那张名片, 他忍不住想要将其撕掉, 但最终还是克制住了这份冲动。 他想起了当他双目无神地躺在地毯上时, 江辰一脸坏笑着对他说的话。 怎么说呢? 一时兴起居然玩过头了, 看着你现在这样子, 我还真有些过意不去, 毕竟再怎么说, 我也是拿走你第一次的男人, 理应对你温柔一些, 别想多了, 我可不会道歉, 不过呢, 我还是会给你一点小小的补偿。 这张名片你留着, 上面有我的私人电话, 遇上了什么麻烦事, 记得打电话给我。 哈哈, 当然了,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 也可以打这个电话。 鬼才会有, 犹豫了片刻, 最终还是将名片收进了包里。 上山魁深呼吸平复了那混乱的情绪, 掏出车钥匙, 发动警车离开了这条公路。 站在别墅的窗边, 江辰望着窗外那渐渐消散的尾气, 嘴角不禁勾起了一丝笑意。 虽然明天他就要回新国了, 但他总感觉还有机会见面。 三体一首映式结束后, 在日本各大院线的供应也随之开始。 就在江辰宅在别墅内度过了两天后, 三体一在日本的首周末票房统计也出来了。 以300块荧幕拿下3.1亿日元的票房, 已经算是个相当不错的成绩。 相比之下。 日本电影市场中科幻作品的受众相当有限, 这点从当初全球首周狂澜5亿美元的星球大战期。 在日本首周票房却败给了游戏改编电影《妖怪手表2》, 就可以看出来, 即使是好莱坞特效大片放在这里也难以讨好。 无论怎么说, 凭借着这张亮眼的成绩单, 舞蹈和游足都可以底气十足地开拍续作《三体二》了。 而国产科幻电影也将不再是白纸一张。 三月初,江晨在东京国际机场坐上了返回新国的飞机。 原本在他的计划中,他还要去一趟韩国与三星集团洽谈电力出口的业务, 但最近欧洲那边传来的消息, 却让他不得不临时改变了计划,提前返回了新国。 在科罗市机场下了飞机, 等候在特殊通道的阿依莎, 一见到江晨便扑了上去, 两只胳膊缓住了他的脖子, 整个人都掉在了他的身上。 想我了,看着那蓝宝石般的毛子, 江晨笑着摸了摸阿依莎的秀发。 阿依莎使劲点了点头, 不说话,只是幸福的江头埋在了他的肩头。 好了,快下来吧, 你没看江晨很困扰吗? 踩着高跟鞋, 下施雨走到了旁边, 叹了口气,拍了拍阿依莎的后背, 接着看向了江晨, 有些忧愿地说道, 都快大半个月了, 你总算是回来了。 嗨嗨,工作上有点忙, 江晨不好意思地用手指挠了挠脸颊。 他当然不会说, 其实三天前他就忙完了所有的工作, 只不过因为某些原因, 在日本放松了三天才回来。 你们的感情真好呢, 要不也带我一个, 一脸嬉笑的纳塔莎走了过来, 后脑勺懒散地枕在自己后羊的双鼻间, 从他那身沙滩风格的T恤来看, 他应该又来新国这边上度假了。 话音刚落, 两道锐利的视线便锁定在了他的身上。 纳塔莎赶忙向二女摆了摆手, 爽朗地笑道, 我就是开个玩笑, 你们别当真。 只是玩笑吗? 夏师宇狐疑地说道, 别的女人可以, 但他, 总感觉不好, 依旧挂在江晨的胸前, 阿依莎小声嘀咕道。 没有在机场停留很久, 将行李交给了随行的保镖, 江晨带着众女坐上了自己的座驾。 因为兰博基尼只有两座, 现在他已经开得很少了, 取而代之的是, 卢尔卡汽车公司为他设计的定制豪车。 因为不会在市面上发行, 所以这辆车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价。 不过从那钛合金打造的车壳, 以及高功率的电动引擎来看, 这辆车光是造价就在千万以上。 坐上车后, 江晨久违地亲自握上了方向盘, 开上了科罗市国际机场外的公路。 从两旁的街道来看, 这座城市已经具备了国际大都会的雏形, 行走在街道上的都是肤色各异的旅客, 吹着西太平洋刮来的海风, 江晨看了后视镜中与阿依莎 坐在一起的那塔莎一眼, 随口问道。 说起来, 你现在到底是在为俄罗斯克格勃工作, 还是为俄罗斯外交部工作? 我总感觉你的工作界限越来越模糊了, 前段时间有回国处理工作去了吧? 如果我没猜错, 目的地是欧洲。 准确地来说是俄乌边境, 不过和以前不同, 我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在后方策划。 你知道的, 最近欧洲局势相当诡异, 从波罗的海三国开始, 到罗马尼亚的黑海边境, 整个欧盟边境地区的兵力部署似乎都在扩张。 你还没回答我前一个问题, 江晨笑着道。 啊, 好吧, 那塔莎的表情有些尴尬, 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现在的身份有些微妙。 一方面, 我的编制确实从俄罗斯联邦情报局 变更到了外交部系统, 但我依旧没有从乌克兰事务中抽身, 只不过从前线退到了后方, 解释起来很麻烦。 你不是我们这个体系内的人, 很难理解这种情况。 说到这, 那塔莎顿了顿, 认真地说道。 不过你放心, 我来新国这边的时候, 绝对没有打探你身上情报的意思, 我们国家很重视与你们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好了, 江晨笑着打断了她的话, 如果不是相信这点, 我也不会让你借助我家了。 俄罗斯又不傻, 在明知道阿依莎这个新国情报局高官 和她寸步不离的情况下, 怎么可能将特工安插到自己身边刺探情报? 更别说她从来没有在自己家里放机密文件的习惯, 唯一用来办公的书房。 也只有获取权限后才能进入。 那塔莎感激地向江晨微微一笑, 但很快嘴巴便扁了起来。 她注意到, 江晨用的是借助二字。 坐在她旁边的阿依莎偷偷笑了笑。 或许是因为天敌的缘故, 每次看到那塔莎吃憋, 她的心中都莫名地暗爽。 第974章开动印钞机, 从安家岛迁往马来西亚的海底书店电缆, 已经施工进行到一半。 澳大利亚的那条海底电缆, 已经开始投入施工。 从新马特区到印度的海底书店电缆, 也已经进入了工程筹备阶段。 如江晨计划中的那样, 全球电网计划平稳有序的推进。 只不过, 因为欧洲那边出现的意外, 令江晨不得不提前结束行程回国, 在第一批加入新环贸易的全球电网名单中的国家, 少了韩国这个名字。 但这些都没有关系, 江晨也不可能为了这几条海底电缆跑遍整个世界。 当其他国家看到从新国进口电能的好处, 自然会主动找上门来谈判。 到了那时候, 就不是买方市场, 而是彻底的卖方市场了。 促进社会的电气化发展, 大幅削减工业用电成本, 改善能源结构, 减小火力发电对环境的负担。 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好处, 江晨也相信绝大多数国家不会对此事而不见。 回国之后, 江晨干的第一件事就是, 召开了新联储股东大会, 提出了一项对新国意义深远的决议。 无任何贵金属作为担保。 新联储根据新国统计局公布的新国上年度全年GDP数据, 宣布将在2月分三次发行共计1.4万亿新元。 在未来的一年中分批次投放市场, 并且在未来的5年内, 新联储将放宽货币发行的限制, 以满足市场的需要。 市场真的需要。 当江晨在股东大会上提出这项决议时, 大会上一片哗然。 这不是印钞票了, 这简直是开闸放洪水。 坐在这里的都是新国国内的银行家与资本家, 他们大多数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未来人集团的扶植。 当然, 其中也有不少人是从英联邦的其他国家移民过来的, 毕竟在历史上, 这片小岛曾经是英国殖民地。 当听到江晨提出的决议后, 立刻便有人站了起来, 提出了反对意见。 太乱来, 新国经济好不容易起稳, 现在如此大规模的加印钞票, 无疑会造成大规模的贬值。 这印的不是钞票, 是泡沫。 印这么多钞票有什么用? 除了诱发通货膨胀, 我看不到任何的好处。 印钞票我没意见, 但1.4万这个数字简直是一响天开。 我们目前发行的货币总量也才1.7万新元而已, 货币流通量更是不到5000万新元。 乱来吗? 站在新联储股东大会的会场中, 江晨环视了在座的新联储诸位股东一言。 诸位,我们的货币流通量已经接近了货币总量的三分之一。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我们有这个实力。 泡沫 我想问问诸位, 我们的GDP中有多少属于泡沫? 蔚来人集团的众多业务中, 有哪一项是通过房地产或者是金融投机, 成为世界企业500强之首? 我想问问诸位, 在我贡献的90%的GDP中, 有多少是泡沫? 如此霸气的发言, 在座的所有新联储股东哑口无言。 正如江晨所说的, 新国90%的GDP与蔚来人集团 和新环贸易这两家公司直接相关, 而剩下的10%基本上也间接与眼前这个男人有关。 毕竟在四年前, 帕鲁九岛上的人都还过着打鱼鼠香蕉的生活, 而四年多后的今天, 他们不但建成了世界上跨度最长的海底隧道, 甚至将电梯盖到了同步轨道, 在遥远的月球上建立了殖民地。 可以说, 新国现如今的一切, 都是因为他们眼前的这个男人。 这是一心圆, 我们新国的货币。 江晨从兜里摸出了一枚硬币, 当着所有人的面晃了晃, 拍在了桌子上, 最多五年, 他将成为整个世界的货币。 直接开始投票吧, 淡淡地留下了这句话, 江晨扫视了在座的所有新联储股东一眼, 让我看看诸位的勇气, 还有野心。 新联储的股东们面面相去, 笑声交流着意见。 江晨坐回了位子上, 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约莫十分钟后, 统计结果出来了。 看着大萤幕上的数字, 江晨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除了五票弃权, 两票反对外, 几乎所有人都投了赞同票。 蔚来人集团连续创造的奇迹, 令新联储的股东们几乎下意识地 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根本没必要怀疑, 不是吗? 大规模发行钞票的行为 对新元的汇率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冲击, 但因为新发行的货币 并没有立刻开闸投放市场。 所以造成的冲击相当有限, 毕竟印出来的钞票并不是说 马上就能拿来用, 主要还是得通过放贷的形式 进入市场流通。 然而虽说是如此, 但钞票已经印出来了, 消息也公布出去了。 在所有人看来, 新元被动贬值似乎是势在必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新元的信用评级, 各国央行对新元与本国货币之间的汇率 也纷纷做出了一定的调整, 使得新元的汇率在短时间内创下了较大跌幅。 在新元贬值了一段时间后, 江陈通过未来人银行的渠道, 开始逐步将未来人集团和新环贸易手中持有的外汇 全部换成了新元, 这其中包括各大子公司在全球各国产业的盈利, 包括外太空资源开发论坛上签下的合约。 哪怕是没有到账的外汇, 也都被江陈以贷款的形式卖给了新联储。 这一举动当然瞒不过新联储其他股东的眼睛, 但并没有人就此提出异议, 毕竟新元的跌势已经确定, 此时将手中的外汇换成新元, 短期内无疑是一件高风险的事情。 而且,在新元汇率快速下跌的当口, 新联储也需要大量的外汇储备, 以稳定本国货币的价值。 在汇率下跌的时候买入, 这也就意味着江陈能用少量的外汇 从新联储的手中换到大量名为新元的纸片。 而此时此刻, 全球各国的央行都在看戏, 看新联储怎么把自己玩死, 印一堆根本没用的破纸片, 搞垮自己国内的经济, 并且估摸着新国的企业什么时候, 因为买不起港口的原料而破产, 再去抄抵这些宾威的企业。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他疯了的时候, 新环贸易突然在官网上勘载了一项决议。 根据新国颁布的太空资源开发规范条例, 为了方便市场管理和征税, 新环贸易召开内部会议后决定, 已经签订的合同不受影响。 从今日起包括太空电梯运费、 货物进出口结算等业务, 将终止使用外国货币结算, 新元将为太空资源交易的唯一货币。 第975章 没有硝烟的暗战。 此后新国将终止使用外国货币结算太空相关贸易, 新元将为太空资源交易的唯一货币。 当这段话在美国白宫的会议室内被国务卿克里念出时, 整个会议室内静悄悄的。 被无数道目光看得有些不自在, 克里挪开文件耸了耸肩, 我念完了。 会议室内的气氛一松, 仿佛是接到某种讯号一般, 焦头接耳声渐渐放大。 克里松了口气, 一屁股坐回了椅子上。 将文件丢向一边, 伸手捏着酸涩的眉头, 目光瞟向了希拉里和国会众议长的方向。 按理来说, 这种白宫内部兴致的会议是不会邀请国会那边的人参加, 尤其是这位众议长保罗瑞安先生还是共和党人。 但现在已经不顾上那么多了。 希拉里和幕僚长眉头紧锁, 商务部部长已经第十次拿起茶杯喝水。 内政部部长则看着天花板若有所思, 经济问题专家。 顾问们面面相去小声交流意见, 但很明显没有拿定一个明确的主意出来。 如果有主意的话, 他们早就提出来了。 毕竟提意见是他们在这种会议上唯一的用处。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十分钟之久, 终于有一位官员打破了沉默。 我不明白他们这么做的理由, 美元是国际通用货币, 如果采用美元结算, 会让很多不方便的事方便很多。 显然他们是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心愿, 来自哈佛大学的经济学专家说道。 不。 没准他们有更大的野心, 斯坦福大学的国际关系学专家说道。 就在几天前, 我们还都以为他们在外汇市场上疯狂回购心愿, 只不过是挖肉捕疮的想要挽救决策上的失败。 没想到, 这一切都是他们设下的套。 一名民主党的国会议员靠在了椅子上, 不懈地吃笑了声。 我觉得我们完全是多虑了, 现在整个太空资源开发的市场才多大点, 撑死了也就几千亿而已。 没错, 我们核心利益还是在地球上, 无论他们在太空开发了多少资源, 终归是要拿到国际市场上流通, 美元依旧拥有无可争议的影响力, 仅仅凭借一架太空电梯就挑战美元的地位, 简直是痴人说梦。 不过是捕获了一颗小行星, 且不说这颗小行星还没完全开发出来, 就是全部开发出来, 也就几千亿美元的价值而已。 全球美元数量在90万亿以上, 两者的价值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除非, 他们能证明太空电梯的盈利能力。 争论持续了好一会儿, 随着希拉里清了清嗓子才安静了下来。 剑在座的所有人都看向了自己, 希拉里开口说道, 至少, 我们必须提醒他们这一点。 国务卿克里赚了转手中的钢笔, 摆在桌上的双手微微摊开。 欧洲呢? 最近欧洲那边? 希拉里看着她说道, 我知道, 凡事都有个轻重缓急。 欧盟是我们的盟友, 所以你先去欧洲, 再返程的时候, 顺路去一下新国。 顺路这个关键词, 希拉里咬得很重。 克里心领神会的点了点头, 说服星环贸易在太空资源结算时放宽美元的限制很重要, 但也不能让星环贸易太把自己当回事。 就在星环贸易刊登确立新元为太空贸易唯一结算货币后, 新元汇率市场出现了相当诡异的波动, 就如大多数股票触底反弹那样,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向原先的汇率回升。 虽然对于星环贸易的这一举措存在很多想法, 但各国央行还是不约而同地做出了同一个举动, 那就是增持新元。 如果新元作为外太空贸易的唯一货币, 那么为了借助太空电梯发展本国的航天业, 因为新元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就具备了刚性需求, 考虑到其他国家同样具备类似的需求, 那么新元就具备了升值预期。 于是各国的央行在讨论后便会做出基本相同的决策。 那就是拿本国的货币从外汇市场购买新元。 在这些外部因素的作用下, 自然而然推动了新元的升值。 早在新元的汇率跌至谷底的时候, 江陈便将总价值高达2127亿美元的外汇资产, 按照当时的汇率分批从新联储购入了总共9431亿新元, 而现在,新元与美元之间的汇率已经差不多。 也就是说,在这次印钞风波中, 江陈将未来人集团与星环贸易持有的2127亿美元资金, 通过左手倒右手的方式翻了足足四倍有余, 变成了相当于9431亿美元的资金。 之所以能像悄悄板一样上蹿下跳, 也是因为新元的发行量比较小, 如果换成其他国家的货币, 除非是碰上金融海啸, 否则如此大幅度的波动几乎不可能出现。 不得不说,金融工具简直是敛财神器。 当夏师宇将一份财报放在江陈办公桌上时, 江陈做出了如是感慨。 即使是对于发展到如今程度的未来人集团而言, 9431亿美元也绝对称得上是一个天文数字, 虽然这些钱都是新元, 但可以预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新元的汇率都会非常的坚挺, 所以也就没什么区别了。 一份大规模印钞的决议, 一份酝酿已久的外太空资源结算货币规范条例, 就这么两纸文件, 令未来人集团在外汇市场上狂脸7000多亿美元, 短短一个月, 凭空变出来了一家苹果公司。 美国一年财政收入也才5万亿美元, 即使是对于国家级别来说, 这9000多亿美元也不是一笔小数字, 从旁边抽过了一张椅子, 夏施宇坐在了江辰对面, 用手指着下巴, 端详着江辰脸上的表情, 微笑道, 你准备怎么应对? 金融市场就是一场零和游戏。 本身不创造任何价值, 而有人盈利, 那么必然意味着有人亏损。 这7000多亿美元不是凭空多出来的, 而是未来人集团利用消息面的优势, 打了操纵着外汇市场的美联储, 以及华尔街大鳄一个措手不及。 很难想象, 他们不找回这个场子。 他们的手段, 无非是在外汇市场上狙击新元, 通过沽空新元来打压新元的汇率, 让我们低价买来的钞票烂在手上, 同时摧毁新国的经济。 江辰靠在了椅子上, 笑眯眯地说道。 夏施宇有些意外地看了江辰一眼, 是不是很意外? 江辰很敏锐地察觉到了他眼中的意外, 笑着道。 好歹我也是给自己充了不少电的。 虽然这场金融战役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全部是由未来人银行的专业金融团队在指挥, 而这些理论也是大卫史密斯跟他讲的。 少臭屁了。 夏施宇白了江辰一眼, 从椅子上起身, 明天月球殖民地的远距离书店装置就要启动了, 你确定那个激光束不会把地球戳个窟窿。 江辰摊开了手, 无奈道。 我和你说多少次了, 就算是射在了地球军的脸上, 也射不穿他的臭氧层。 第976章来自月球的光。 4月1日, 对于月球殖民地来说, 今天是个意义非凡的日子。 陆凡仰望着殖民地外那座宏伟的半球形建筑, 眉宇间浮现了一抹静养之色。 像数十万公里外的地球书店, 两个月前在他的认知中, 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 然而此刻他却毫不怀疑, 这项堪称人类史上奇迹的工程, 已经在他们的手中竣工。 原先那座六边形的激光生成装置, 被一座六边形网格组成的巨型半球面所包裹。 这些六边形网格都是由特殊的材料制成, 在不同的条件下, 甚至会产生截然相反的透光性。 根据设定的程式, 只有一面六网格透光, 其他的六网格反射所有光。 方向各异的激光在整个球体内不断反射, 最终被收束在一个方向, 由一个宣泄口全部释放, 打在数十万公里外的一个点上。 这便是整个装置的作用机理。 在量子计算机的精确控制下, 通过改变球面上的六边形网格的透光性, 从而精确控制高能光束的方向。 毕竟这可是数十万公里的距离, 就算是光也得走足足一秒之多, 任何一丝微小的误差都会被无限地放大。 接受激光的标靶每时每刻都在与月球相对运动着, 也只有运算能力恐怖的量子计算机, 能为整个工程掌舵。 是不是很惊讶, 胡子拉长的合标走到了陆帆的旁边, 摸了摸自己那块屑顶的头, 咧嘴笑道, 等过几天回地球上, 我也能逢人扁吹, 地球的生死曾有那么一瞬间掌握在我的手上了。 陆帆跟着没营养地笑了笑, 殖民地主管不是说了, 这激光就算是射地球上, 也不会有任何问题吗? 话确实是这么说没错, 何彪也将目光投向了那颗巨蛋, 咧嘴笑道, 但吹牛谁管得着那么多? 听到上司不负责任的发言, 陆帆笑着摇了摇头, 突然, 他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不由有些担忧地皱起了眉毛。 你说, 要是别的国家, 就这个问题为难咱们怎么办? 何彪大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那就让他们为难去吧, 这些国家大事, 也不是咱们这些小人物能操心的, 天塌了, 还有高个子顶着, 更何况咱这些已经上天了的人呢, 还有几天就该换班了, 如果我是你, 可不会想这些有的没的。 你还不如好好想想, 等回了地球上, 这半年来赚的钱该怎么花? 就在这两个电力部的成员, 插科打混的当口, 殖民地指挥室内, 唐伟杰庄严地下达了发射的命令。 巨弹之内, 六边形基座开始隐隐泛着肉眼可见的暗紫色光芒, 没有华丝的光束, 也没有花哨的特效。 所有人紧张地等待了三秒。 三秒钟后, 一盏绿色的信号灯亮起, 指挥室内响彻了欢呼与口哨, 就连一向沉稳的唐伟杰, 也忍不住狠狠地将自己的帽子扔向了空中。 就在三秒前, 准确地来说是两秒多一点, 巨弹旁边的光谱侧验仪, 收到了用于校验激光是否射中标靶的回传光, 这道跑了足足两秒多的光, 为他们带来了胜利的捷报。 半分钟后, 唐伟杰接到了地面指挥中心的电话。 电话那头只说了一句话, 祝贺你, 祝贺你们, 也祝贺我们, 这是个伟大时刻。 向月球殖民地的长官送去了这句祝福, 江臣放下了电话, 拍了拍克尔温的肩膀, 走出了欢呼声整耳欲聋的指挥室。 穿过走廊, 穿过前厅, 站在地面指挥中心外的草坪, 背后依旧可以听见那雀跃的欢呼声, 虽然没有看见, 但他可以想象得出, 人们相互拥抱, 相互击掌, 嚷嚷着庆功宴, 喜极而泣的模样。 紧绷着的脸缓缓松弛, 江臣先是含蓄地笑了笑, 很快便仰天大笑了起来。 总算是成功了, 这两个月来的努力都没有白费, 要不了多久, 从月球设来的高压电, 就能布满这横跨两个大洋的电网, 当见识到月球发电的超低成本后, 越来越多的中小型国家会抛弃核电火电, 加入到它的全球电网计划中, 被那一道道海底书店电缆, 永远地捆在星环贸易这辆战车上。 就在这时, 夏施宇走到了他的旁边, 用手指戳了戳他的腰, 戳破了他这一时间的幻想。 这就完了, 带着一丝不真实的疑问, 夏施宇小声说道, 江臣转过身, 给了夏施宇一个熊抱, 在他的惊呼声响起之前, 狠狠地在他的唇上吻了口, 唇分后看着他的翘眼, 笑嘻嘻地打去道, 不然呢? 你还想怎样? 在天上挂到五彩斑斓的极光? 比紫外线波长更短的光束, 用肉眼是无法观察到, 别说站在地面, 就是站在太空电梯上, 也别想看到那从月球射来的输电极光。 夏施宇红着脸, 有些局促地左右看了看, 确认没有别人后, 才放松了紧绷着的身子, 伸手宠溺地在江臣的鼻尖上轻轻戳了下, 你看你, 兴奋地像个孩子。 阿依莎走了过来, 有些羡慕地看着被江臣抱起来的夏施宇, 伸手轻轻地扯了扯江臣的衣角。 怎么了? 莎莎, 江臣转过头, 笑着看向了他。 阿依莎没有说话, 那水汪汪的蓝宝石般的美眸, 确实会说话似的反映了他心中的羡慕。 我也要。 就在江臣享受着奇人之福的时候, 地面指挥中心内已经为通电成功而欢腾一片。 兴奋过后, 克尔文望着全息屏幕上的三维图像, 头去的视线中带上了一丝神网。 那三颗漂浮在同步轨道上的卫星, 围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 宛如一件即数学与物理之美的艺术品。 这三颗造型独特的卫星, 就像三面永远保持着相对静止的棱镜, 将接收到的输电激光通过一次或二次反射, 不偏不倚地摄像镶嵌在太空电梯外侧的接收环上。 在那里,光能被转化成电能, 顺着加装在太空电梯外部的超导体输电线路, 从同步轨道输往地面, 或向上输往新环程。 如果说太空电梯只是让全世界看到了迈向星空的广阔前景, 点燃人们投资航天事业的热情, 那么这道从月球射来的激光, 则是所有人都能看见的, 实打实的利益。 不需要任何产品, 单时卖电, 就可以让每月烧掉上亿新元的月球殖民地, 轻松实现盈利。 第977章 装完毕就跑 科罗市总统府, 在这座纯白色的建筑前, 是一片修建的如公园般唯美的草坪。 在这片总统府前的草坪上, 新国人民黑压压地站了一片, 他们神情激动, 他们瞧手仰望, 望着那总统发表讲话的演讲台上。 在一片掌声中, 他们敬爱的张亚平总统走到了台前, 微笑着摆了摆手, 清了清嗓子, 扶正了话筒。 今天个伟大的日子。 就在今天的上午, 从上午8点到现在下午5点, 我们月球殖民地上的同胞, 已经向我们送来了2000万度电。 也许你们会感到惊讶, 但现在我很荣幸地向诸位宣布这一事实。 我们在远距离书店技术上取得的突破, 已经使我们的电网, 与月球殖民地的电网实现了对接。 现场爆发压抑已久的欢呼声, 无数人晃动着手中的新国小国旗, 用欢呼庆贺这伟大的时刻, 坐在特等席上, 看着台前发表讲话的张亚平, 江晨笑着点了点头, 轻轻拍了拍手。 在全场声音稍稍停歇, 张亚平面带微笑地看着民众, 抬起了他的双手, 声情并茂地高声道。 一直以来, 我们因为能源依赖进口, 核电成本高昂等缘故, 不得不为昂贵的电价买单, 我们不得不牺牲环境, 牺牲安全, 牺牲我们的子孙, 但现在, 我向诸位庄重地宣布, 这一切已经成为历史。 台下的环保主义者团体, 神情激动地看着他们的总统, 他们大多数系着绿色的头巾, 穿着绿衬衫。 可以很明显地从人群中区分出来, 从新国建造火电站, 核电站以来, 他们就立场鲜明地呐喊出了反对的声音。 而现在, 这一切总算是有了回报, 虽然和他们的抗议没有半毛钱关系。 从今天起, 我宣布, 新国将全面推进去火电, 去核电化进城, 让这片风景如画的群岛, 青春永珠。 另外, 在这里我做出承诺, 我们国家的基础店家, 将会在一个月内削减十倍。 台下欢呼声雷动, 坐在特等席上的江晨翘着腿, 微笑着看着台下兴奋的人群。 从今天开始, 新国将翻开崭新的篇章, 迎来全新的电气化时代。 纵观世界历史, 无论通过何种手段去淡化, 推动社会进步的永远都是资本, 而不是什么思想。 当用电的成本被无限地压缩, 高效节能的电驱动设备自然会迅速地普及社会每一个角落。 因为这道从月球射来的光, 新国已经坐上了高速发展的列车。 从纯电动汽车, 再到数字化城市, 蔚来的大门已经向他们打开。 现在, 请允许我将剩下的时间, 交给蔚来人集团的董事长江陈先生。 在一片掌声中, 张亚平热情地笑着, 对漫步登上演讲台的江陈做了个请的手势, 然后退到了一边。 雷动的掌声稍稍停歇, 江陈清了清嗓子, 伸手扶正了话筒。 诸位好, 我是江陈, 很荣幸站在这里, 向大家问好。 身为一家负责任的企业, 我们将积极响应新国政府的政策。 在这里, 我宣布从今天起, 新国将关停第一座, 也是最后一座, 位于科罗岛的核电站。 台下环保主义者爆发了欢呼声, 江陈向这些系着绿头巾的小伙子们笑着点了点头, 接着说道, 核电站内大部分用于进行核反应的设施, 将被拆除, 仅保留一座用于生产刀化物的产刀堆。 核电站的原址将被改造为安全, 无害的刀提炼厂, 用于从海水中分离刀的氧化物。 可能有人会问, 我们生产刀用来做什么? 是不是造核武器? 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 我想先请诸位思考一个问题。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将享受从月球上设来的电能, 然而月球殖民地, 又是通过什么手段进行发电的? 太阳能, 包括世界上很多学者专家都这么猜测。 但我在这里要说的是, 这是个误会。 环视了现场群众一眼, 江陈顿了顿, 提高了音量。 为了解开可能存在的误会, 在这里, 我决定再向诸位公开一项 原属于未来人集团A级机密的文件。 江陈注意到, 当他提到机密二字时, 台下已经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屏息以待地等待着他的下文, 尤其是那些扛着摄像机的西方记者, 他们已经嗅到了大新闻的味道, 简直恨不得将镜头凑到江陈脸上去。 在万众期待之下, 江陈缓缓开口了。 不只是无线书店, 我们最大的突破, 是可控核巨变。 早在两个月前, 世界第一台使用氦三核刀作为燃料的核巨变发电机, 已经在月球殖民地建成。 这句话, 就如同一枚深水炸弹, 直接扔进了人群中央。 包括记者, 新国国民, 路过凑热闹的游客, 所有人都下意识地愣住了两秒。 借着这个空档, 江陈很明智地将讲台的位置让给了张亚平, 在媒体围上来之前, 匆匆下了台。 听着背后响起的难以置信的惊呼与喊声, 他的嘴角弯了弯, 勾起了一抹笑意。 装完逼就跑的感觉, 真刺激。 江陈并不清楚张亚平是如何摆平混乱的场面, 安抚那些激动的一拥而上的记者, 因为在他的演讲结束后, 他便静止来到了总统府的办公室, 坐在沙发上休息了起来。 约莫半个多小时, 宣布演讲结束的张亚平回到总统府, 静止返回了他的办公室。 看见坐在自己办公室里的江陈后, 他随口吩咐助理泡上两杯红茶, 然后便坐在了江陈对面的沙发上, 用和老朋友聊天的语气笑着说道, 相当不错的演讲, 你把我的风头都抢光了。 有吗? 那我可得回去给帮我写演讲稿的助理涨工资。 两人相视一眼, 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江陈浅尝了一口还有些滚烫的红茶, 笑着说起来别的话题, 看来你的竞选有把握了。 当然, 张亚平哈哈笑了笑, 像江陈幽默地挤了挤眉毛。 民调显示我们的支持率在80%以上, 远远高于位列第二的辉格党和第三名的社会党。 只要不发生意外, 未来四年依旧是我坐在这个位子。 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张亚平聪明地用上了我们的支持率这一说法。 不过江陈并没有在意他讨好自己的小心思, 只是淡淡地笑了笑, 用杯池轻轻搅动了下冒着白雾的红茶, 轻声说道, 不会出现任何意外。 据说辉格党受到了英国政府的支持, 他们主张推动新国加入英联邦, 还有民主党受到了太平洋对岸的那个民主党的支持, 他们主张恢复美国七十年代对帕鲁群岛的托管, 废除私人武装承包国防。 他们掀不起风浪, 江陈笑了笑, 云淡风轻地说道, 幽灵在盯着他们。 文言, 张亚平的嘴角顿时裂开了一抹微笑。 相比起四年前那个为了理想而找上江陈的小伙子, 他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名原华且名世故的政客, 他很清楚, 只要抱稳了蔚来人集团这根筋大腿, 他的总统地位就无可动摇。 而需要一个稳定政治环境的江陈, 也绝对不会轻易换掉他这个长期的合作对象。 第978章 仪式机器千层浪 就在江陈公开 蔚来人集团已经掌握可控和聚变技术后, 网络上已经炸开了锅。 在人人日报刊载了这一则新闻, 并用官微转载后, 在人人日报的官微下方已经被网友刷爆了。 和聚变, 这怎么可能? 小编你知道和聚变反映的中心温度有多少度吗? 不知道我来告诉你, 超过2000万摄氏度, 全世界没有任何一种材料能承受这种高温。 太阳系有没有我不知道, 但至少地球上没有。 楼上的, 我书读的少, 但常识我还是略知一二。 既然温度太高, 就不能把火关小点, 我觉得, 咱们国家的科研人员可以从这个角度入手, 想来新国能研究出来, 我们研究出来也不是太难。 你以为反应堆是你家的煤气灶? 哼哈哈, 高人在民间。 除了这些没营养的回贴外, 不少知名大V也留下了自己的笔墨, 发表了对星环贸易连续攻破远距离无线输电和可控和巨变这两大技术难题的看法。 但愿再来一万篇SCI论文能够换来可控和巨变。 当我们还在研究怎么在青铜器上雕花的时候, 大洋对面的同胞已经抡起锤子开始断铁, 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感慨下时代的变迁。 某位知名新闻评论员在看过人人日报的报道后, 在微博上做出了如实感慨。 因为何巨变技术突破? 新国国内电价从0.12新元降至0.02新元, 不知道为什么人人日报没有报道这个? 我是在未来人1.0的国际药文里面看到的, 看来这希望国的头衔得从太平洋那边挪割为子了。 据说新国房价不是很贵, 新环贸易最近又公布了火星殖民计划, 实在买不起房的铜鞋可以考虑下。 反正来这里不用学外语, 哈哈, 某绰号影魔的神级大陆游戏主播, 在直播间里和水友们吹牛时说道, 震惊于未来人集团技术进步之快的不只是华国, 还有大洋对岸的美国。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于晚间档播出的科学访谈节目中, 罕见地邀请到了美国核物理界的泰斗, 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奥马尔哈瑞肯教授, 为所有观众用通俗的语言, 解释了视线可控和巨变的难度。 早在上世纪50年代, 我们就大胆地做出了预测, 三十年后我们就能将核聚变用来发电。 但直到今天为止, 三十年后这个词依旧是我们对可控核聚变技术的乐观估计。 正如很多人都知道的那样, 世界上不存在任何一种材料能够承受2000万度的高温, 即使存在我们也绝对没有办法去使用它。 在访谈中, 哈瑞肯教授应主持人的要求, 介绍了核聚变技术的难点。 就在几年前, 我们其实已经无限接近可控核聚变技术。 我们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在惯性约束聚变中, 用192支激光, 替一颗燃料新块进行加热和压缩直至和聚变反应发生, 已经具备了小型核聚变发电装置的雏形, 这台装置现在就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利福莫尔市, 它就像个被金属包裹的圆球, 但其中反应物却比指甲盖还小。 说到这里, 奥马尔哈瑞肯教授的表情相当惆怅。 他们原本以为在核聚变技术上, 唯一配当他们竞争对手的只有俄罗斯, 以及正在奋起直追的华国, 却没想到最终却被近几年突然崛起的一家私人企业, 蔚来人集团拔得了头筹。 主持人安德森听完后, 表情认真的点了点头, 接着问道, 那么您觉得美国距离掌握和聚变技术还有多远? 可能是明天, 也可能是三十年后, 哈瑞肯教授笑着摇了摇头, 科学这东西, 除非跨过了那扇门, 否则你永远也不知道, 自己究竟还差多少步才能踢出那临门一脚。 就在民间对星环贸易、 建成和巨变发电站议论纷纷时, 各国政府的高层也没有停下手上的动作。 美国率先上调了国内三家核研究所的预算, 并且高调宣布其国内研究所 已经在核聚变项目上出现了重大突破。 与此同时, 正在欧洲访问的克里正与法国协商, 建立一条从西海岸去往巴黎的海底书店电缆。 另一方面, 美国白宫也没忘记展开外交攻势, 阻挠星环贸易与澳大利亚, 日本已经签署的海底电缆施工协议。 很显然, 西拉里政府已经察觉到了, 星环贸易铺设的海底电缆, 对于美国的外交战略将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不管自己这边和巨变技术有没有影子, 有没有那个能力开采月球上才有的亥三, 坐不住的西拉里政府, 已经开始着手建立连接美国和欧洲电网的海底电缆。 俄罗斯方面因为国内恶化已久的经济形势, 已经无力在增加和巨变项目的预算, 并且, 考虑到即使是研发出了自己的可控和巨变技术, 他们也没有那个能力在月球上建造殖民地提炼月壤中的亥三, 最后很大的可能性还是从星环贸易手中购买。 俄罗斯很干脆地派出了高级别外交官, 带着自家统一电力公司的总裁来到新国, 找到星环贸易商量建一条从安家岛到海深海的海底电缆, 因为这条海底电缆与通往日本的海底电缆在同一方向上, 所以可以同时开始施工。 这次就不是江城亲自去了, 而是对方主动找上门来, 谈判的主场自然在江城这边。 经过一番讨论后, 俄罗斯接受了70%的海底电缆建造及维护费用, 而星环贸易也将雇佣俄罗斯本土的公司来完成这条海底输电缆的施工。 至于华国, 面对星环贸易在和巨变技术上取得突破时的态度则有些暧昧, 身为世界工厂, 华国全年发电量也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 宏伟的三峡工程堪称是人类史上水电工程的奇迹, 其发电量相当于五座大亚湾核电站, 成本却远远低于支出昂贵的核电。 华国的工业, 民用电价, 本身就处在较低的水平。 这也正是江晨在确立全球电网计划时, 没有将华国列为第一轮铺设对象的原因, 因为对于财大气粗的华国市场来说, 它的廉价电并不是那么的有吸引力, 而且就连本国企业想并入国家电网与国企公平竞争尚且困难重重, 更别替外企入网了。 科技、财政补贴一样能做到。 需要, 当然需要, 但并不紧迫。 至于在听到自己的兄弟国在核聚变技术上取得突破后, 华国是否增加了核聚变发电技术的研究预算, 是否确立了新的航天战略, 并成这闷声发大财的传统, 他们并没有多做声张。 第979章风雨飘摇之计, 如江晨所预料的, 叶佳和柳佳分别找到了自己, 询问在国内建立和聚变发电站的难度, 在听到需要用到月球上的亥三作为核原料后, 他们顿时没再提折查, 而是转而问起了未来人集团在刀川可控聚变上有没有什么研究。 如果说亥三与刀聚变是二代核聚变发电技术, 那么刀川就是第一代技术, 虽然产生的核废料难以处理, 但胜在所有的与原料都能从海洋中获取, 而无需依靠从星环贸易手中进口亥三。 两国是血缘文化上的兄弟国, 但也并非毫无保留。 华国不会允许国内必要的能源必须依赖于国外进口, 尤其是这种能源还被某一方所垄断着, 除非没有更好的选择。 而江陈同样不会自断财路地将第一代核聚变技术卖出去, 于是在与柳湘国的电话中委婉地表示, 蔚来人集团对于刀川可控聚变并无研究, 结束了这个话题。 不管柳湘国那老狐狸信不信, 反正事实就摆在这里, 他不信也没有任何办法。 就在蔚来人集团因为远距离无限书店和可控和聚变 在国际上出尽了风头。 各国高层纷纷重新研究与新国的双边关系时, 又是一颗深水炸弹被扔在了国际社会这个大舞台上, 彻底抢走了蔚来人集团的头条。 2019年4月7日巴黎时间晚上9点, 欧盟外长莫盖里尼突然宣布, 蔚来的欧盟将不再是一盘散沙, 而将是一个团结且强大的整体。 或者说,一个国家。 科罗岛以北的沙滩, 一座被沙滩和棕榈树环绕的私人小岛, 一座典雅别致的木质别墅坐落于岛中央, 在海面冉冉升起的朝阳下, 就如镀上了一层金沙式的, 泛着点点的金黄。 偶尔江晨会选择来这里度假, 放松心情。 4月1号早晨的远距离书店开机仪式与下午的演讲之后, 他就带着阿依莎和夏施宇乘直升机飞到了这里, 而现在才是假期的第三天。 如果不出意外, 现在整个科罗岛上应该堆满了从世界各国前来的高级别官员, 数不清的外国记者。 以及科学界的专家和学者, 这些人肯定都很想和他见上一面, 但江晨显然不会让他们如愿, 这时候对待问题的最好办法, 就是给自己放个假, 等国际社会聚焦在自己身上的视线淡化, 再做进一步打算。 不过江晨没想到的是, 这一切来得如此之快。 别墅的客厅内, 看着在电视中发表讲话的欧盟外长, 坐在沙发上的江晨陷入了沉思。 原本那塔莎也打算和他们一起来这度假, 但就因为新闻频道正在放送的这件事, 他不得不连夜飞回了莫斯科那边。 江晨闭上双眼, 仔细回忆了一下, 在离开的时候, 他的表情似乎有些凝重, 而且他似乎还说过这么一句话, 自从冷战以来, 整个东欧还未曾如此地接近战争的边缘。 可为什么? 明明只是欧盟内部的决策而已, 这与战争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江晨闭目沉思了很久, 仅凭着有限的情报, 依旧没有分析出个所以然来。 幽灵特工在德国配合克格勃行动了很久, 但一直没有什么好消息传回来, 这也让他感到了一丝焦虑, 情况似乎在向着意料之外的方向发展, 然而唯独未来即将发生的事, 他无法从未来获得参考, 因为两者根本不在同一条时间线。 就在这时, 穿着泳装的阿依莎, 端着牛奶和刚出炉的面包, 将餐盘放在了江晨面前的茶几上, 轻轻地坐在了江晨的旁边, 阿依莎凑近了她的脸颊亲了口, 温柔地说道, 先吃饭吧。 眉头一松, 江晨笑了笑, 回应似的也在她的脸颊上亲了一口, 恩。 一大早就秀恩爱, 能节制点吗? 穿着睡衣的夏诗语从卧室走了出来, 伸手拢了下她那头乌黑色的秀发, 看着粘在江晨旁边只穿了件泳装的阿依莎, 有些醋意地撅了撅嘴。 当然, 她并不是真的吃阿依莎的醋。 怎么说呢? 经过了这块小半年的磨合, 她似乎已经习惯了现如今三个人在一起的生活, 这一方面是因为阿依莎的观念和性格使然, 两人在平时生活中相处得很融洽。 而另一方面, 则纯粹是因为江晨所展现出来的欲望, 她一个人越来越难以满足她了。 你也要吗? 江晨嬉皮笑脸地看着她, 还厚着脸皮将脸伸了过去。 要个鬼? 夏师与附身凑近江晨伸来的脸庞, 在她的耳朵上狠狠地咬了口, 听到那声装出来的痛呼后, 心满意足地扭伸向洗漱间的方向走去。 一起用过早餐后, 三人一起来到了沙滩上, 支起了太阳伞, 搬来了冷饮推车和沙滩椅, 在沙地上铺开了沙滩垫。 上午的太阳不算火辣, 吹着闲闲的海风, 甚至能感受到一丝丝凉意。 躺在了沙滩垫上, 夏师与半推半就地接受了江晨上下起手, 帮自己全身涂上了防晒油, 然后便趴在了沙滩垫上, 一边懒洋洋地晒着太阳, 一边悠闲地看着阿依莎拉着她的手, 奔向了海边。 最近过的也太懒散了, 小声嘀咕了句, 她的手指轻轻在手腕上滑了下, 一层淡蓝色的光露铺开, Future手机的开机画面浮现在了眼前。 虽然是在度假中, 但她毕竟是蔚来人集团的CEO, 每天早中晚都会习惯性地检查工作邮件。 点开了检办公, 夏师与凑近吸管抿了口冰凉的冷饮, 一边翻看起工作邮件, 并从中挑选需要回复的内容。 月球殖民地发现稀土负极矿床, 泥, 以核堤等稀土元素储量约为300万吨以上。 看到这里, 夏师与不由暗自责舍。 因为蔚来人集团旗下子公司涉足矿产行业, 对于稀土的行情它还是有所了解的。 作为全球稀土资源大国的华国, 国内稀土储量占据全球已探明储量的36%为3600万吨。 月球殖民地探明的300万吨是个什么概念? 印度国内稀土资源储量为310万吨, 位列全球第五, 而月球殖民地上探明的这座矿藏, 已经差点把整个印度全境的稀土储量给比下去了。 难怪说月球就是一大坨黄金, 这哪里是黄金, 简直比黄金还要值钱。 夏师与弯了弯嘴角, 思索了一会儿, 对邮件做出了批示, 将这条讯息批注为B级机密, 收录进蔚来人集团的数据库。 现在因为和聚变发电, 已经有太多极度的视线, 聚焦在蔚来人集团和星环贸易身上了, 这时候在公开月球殖民地探明了一座稀土矿藏, 只怕某些人真要坐不住地跳出来搞小动作了。 公布消息的节奏先缓一缓, 等到开采出来了再公布, 也不迟。 就在夏师与将这条邮件扔到一边, 目光顺着列表向下浏览时, 一封邮件突然引起了他的注意。 第980章 不明飞行物 在小岛上度假的第四天, 江晨提前结束原定七天的假日, 乘坐直升机回到了科罗岛上。 一切都是因为一封邮件, 临时改变了他的休假安排。 4月4号晚, 一架漆黑色的直升机呼啸着螺旋桨, 靠近了被重兵把守的位于赤道的小岛, 在夜色中向着闪烁着绿灯的停机坪下降了高度。 还没在停机坪上停稳, 穿着变装的江晨便跳在了停机坪上, 向着已经在此等候多时的克尔温走了过去。 这里是航天发射中心的原址, 在航天部成立后更名为星环地面指挥中心, 作为星环贸易业务涉猎最广的航天部的总部。 并肩走在前往指挥中心内部的路上, 克尔温走在江晨的旁边, 一边神情严肃地说着。 前天晚间, 我们火星殖民计划的天文观测组 在对前往火星航路做天文数据分析时, 对编号C1201航道进行了光学观测, 然后便发现了那东西, 实在是难以置信。 封锁消息了吗? 没有停下脚步,江晨问道。 已经封锁了, 克尔温认真道。 江晨点了点头, 机密级别列为S级, 相关人员先委屈下他们, 暂时隔离。 克尔温深吸了一口气, 点头道, 明白。 火星殖民计划项目组, 顾名思义为殖民火星而成立。 旨在解决从殖民舰出发到殖民者登陆火星后生活上的一切可能出现的困难。 生态系统倒好说, 墨市那边的伊甸园计划可以作为参考。 但其他麻烦却不小, 即使是吸收了墨市的技术, 很多地方也必须由现代的科研人员亲自参与设计。 在墨市那条时间线上, 因为各种政治, 外交上的原因, 直到战前为止, 三大阵营都没有人成功地建造前往火星的殖民舰, 或者说在航天活动上实现规模化的突破。 根据林林的说法, 火星上确实存在过CCCP、NATO、PAC三大阵营的殖民地, 但基本都是科研性质, 规模自然是相当有限。 因为无法实现生态循环, 地球太空电梯被摧毁之后, 三座依赖于地球物资补给的殖民地就被迫废弃了。 将航天器发射到火星上不难, 很久以前NASA就做到了, 但要建立一座能够与地球保持稳定物资交换的殖民地, 而不是让去火星成为一张单程机票, 可就不仅仅是发射航天器那么简单了。 火星与地球始终保持着相对运动, 距离间隔在5500到4万万公里之间变化。 确保一条从地球到火星的稳定航路, 是实现火星殖民计划的关键, 而这一项工作是由项目组中的天文观测组进行完成。 它们的日常工作就是通过量子计算机计算出的航道, 再通过光学、光谱等观测手段, 确认航道上是否存在陨石。 小行星等障碍物, 然而在对编号C1201航道进行观测时, 它们却发现了一个类似于不明飞行物的东西。 两人停在了一间挂着火星殖民计划标志的铝合金门前, 克尔文掏出了手中的石墨烯卡片, 在门口的读卡器上刷了下。 门打开后。 克尔文快步走到了正前方的全息屏幕旁, 坐在该位置的项目负责人立刻让出了位置, 只见克尔文伸手在操作界面连点数下。 然后,伸手拍了下前排工作人员椅子的靠背, 下令到, 将星环1号天文望远镜对准编号C1201航道。 是,工作人员点头, 噼噼啪啪地敲打着触控板。 远在星环城上的天文望远镜微微摆动角度, 镜头开始变焦。 很快将尘便看见, 全息屏幕中央浮现出一道漆黑的影子, 那道黑影的形状近似规则的球体, 周遭的空间扭曲着气浪式的褶皱, 散发着死死不详的气息。 瞳孔微微收缩, 江尘的心脏一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通过元素光谱分析, 目标态含量在61%以上, 没有注意到江尘表情的变化。 克尔文调出了另一张充斥着橙红色的光谱图, 对着图上的参数向江尘解说道。 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江尘缓缓松了口气, 捏紧的拳头也放松了开。 虽然不确定生物文明是否使用金属武装自己, 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 既然科技术歪到了生物上, 那碳含量总得在50%以上吧。 稍稍稳定了情绪, 江尘对着全膝屏幕中的那个黑色球体扬了扬下巴。 那是什么? 不知道, 克尔文的表情说不出的古怪, 像是激动, 又像是怀疑, 我们猜测它可能是一种不明飞行物, 来自别的文明。 别的文明? 江尘愣了下, 随即皱眉道。 把它放大。 做不到, 克尔文摇了摇头。 做不到, 江尘愣了下。 克尔文没有解释, 而是选择了直接演示给江尘看, 拍了拍坐在他前面那位工作人员的椅子, 示意他调整望远镜的焦距, 将镜头中的不明飞行物拉近。 接下来神奇的一幕, 让江尘不禁瞪大了双眼。 随着镜头的拉近, 镜头中央的不明飞行物出现了画面撕裂的现象。 当距离突破某个界限之后, 只见那个漆黑一团的不明飞行物, 就像是打了马一样开始变模糊, 最后干脆从画面中消失了。 是的, 直接消失了。 沉默持续了好一会儿, 在那名工作人员将镜头重新拉远的时候, 将陈突兀地开口道。 光学隐形。 是的, 克尔文神情凝重地点了点头,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光从这一点上看, 就彻底排除了这个航天器是前苏联或者美国发射的可能性。 目前掌握了成熟的光学隐形的, 只有星环贸易和蔚来人集团而已。 这个不明飞行物能够光学观测。 我们的技术暂时无法解析那究竟是什么作用机理,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这项功能应该是因为某种原因受到了损伤。 否则我们应该完全看不到它才对,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在特定的距离能看到一个近似球形的黑影。 说到这里, 克尔温停顿了片刻, 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如果这种解释成立, 那么剩下的一种可能性就是, 这应该是某个不明飞行物的残骸。 看着屏幕中的那个黑影, 将沉沉思了两久后, 开口道, 有没有办法将它捡回来? 克尔温面露男色, 摇头道, 太远了, 它距离我们的直线距离足足有3000万公里, 我们的电摇X一系列航天器的巡航半径, 只有100万公里, 根本无法胜任地月系统外的飞行, 更别说将它带回来了。 只是上去看看也好, 江辰看向了克尔温, 我们至少得知道上面究竟是什么。 至少得比其他国家先知道, 上面究竟有什么。 沉思了许久后, 克尔温叹了口气, 开口道。 理论上来说, 电摇X一系列航天器使用的RM400离子推进引擎已经具备了星际航行的能力。 借助太空电梯的弹射口, 加速到第二宇宙速度脱离地月系统并不困难, 但关键是电摇X1的电池。 根据量子计算机的计算, 其的能源刚刚够一次往返, 强行执行这次飞行任务, 这将有很大概率是一张单程票。 一旦无法返航, 那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漂流宇宙了, 几乎可以下死亡证明书。 思索了片刻之后, 江陈做出了决定。 从星环贸易现役飞行员中挑选志愿者。 参加这次绝密飞行任务者, 无论生还与否, 均嫌自动上升三级。 在执行任务的电摇X1内安装休眠舱, 若判定无法返航, 允许启动冷冻休眠程序, 送我们的志愿者去未来。